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由苏友鹏知道林心如主演的新片《仙衣犯X》的现身 3月9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林心如片中素颜首次挑战单亲妈妈 表示拍摄过程相当虐行 苏友鹏形容她在片中的角色是打开故事的一把钥匙 没想到林心如却当场吐槽她真是最严厉的导演 展现两人于20年的好交情 嫌疑人士苏友鹏林心如时隔13年再搭档作品 二人从演员转变为导演和主角 且林心如在拍片时其实已怀孕 让苏友鹏胜赞林心如敬业度满分 她吐槽我严厉自己明明也是很厉害的制作人 双方前一秒互相称赞 下一秒开启幽默模式 林心如在片中饰演勇敢保护女儿的妈妈 表示作为母亲一定都会选择牺牲自己保护孩子 尤其现实生活中当了妈妈以后再演这样角色 更加感同身受 她更爆料自己有场警察到家中调查 开门说请的镜头 遭苏友鹏嫌弃演得不够自然 让她至少恩机二三十次 最后还是被删了 让她好气又好笑说 我让她演她也演得很不自然啊